保持了十几年 刚才我们佛老师讲 他是从小就胖蹲 我从小不胖蹲 我就是生娃以后胖的 那其实以前也试过很多 别的一些减重的方法 例如说做筋诺啊 去封血啊 咖啡等等很多 都没有很明显的效果 同时还把自己的胃呢 给弄到了胃炎 所以我的先生 极力反对我做减重 经常跟我说 你别折腾了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又把自己越弄越肥 然后他经常讲 我又不嫌弃你 你干嘛还要再去 弄七弄八呢 想想也有道理啊 结婚也那么多年了 十几年了 也不嫌弃 也就不要去折腾自己 所以经常会讲 这是一句很温柔的陷阱 我不嫌弃你 那我是有一次去 跟我的先生去参加 他的这个朋友聚会 然后他的朋友 就聚会的过程里面 他的朋友在后面讲话 我听到了 他说 哎呀 任总那么年轻 为什么找一个姐姐呢 然后另外一个人 很夸张的说 哪里是姐弟 我觉得有点像母子 我就当时超级伤心 我心里在想 生一个娃和制 让我变成了母子 所以那时候我在想 我一定要让自己 好好地爱自己 千万不能哪一天 被嫌弃了 不知道 所以我是在 2018年的时候 我见证了 就是刚才一次 大家听到的化肥 我们冯老师的 我是见证他的变化 90天我见证他33斤的改变 我太惊讶了 又不要节食 又不要很激烈的运动 然后就这样子 可以吃可以 可以这样就可以减30多斤 我但是非常惊讶 我觉得说这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一种方案 所以我在2018年的12月份 因为冯老师的原因了 他把我带进了HGS 减重瘦身营 让我去体验到了 就是刚才 我们这个熊老师说到的 四个勺 八杯水半小时 我通过了解完了以后 我就请了洪医生 帮我做了一个整体解决 就是我们做这一个减重方案 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执行了60到90天的时间 让我的体重也减了26斤 然后更重要一点 就是当我减下来了以后 我不但形象变了 更重要是我以前很胖的时候 其实我的周期是非常不正常的 不夸张的说 我一年才来两次的夜市 所以很多人说没有知识 一定要有常识 很下来 然后呢 我有很严重的蕁麻症 而且我的蕁麻症跟周期一样 非常的规律 每个月都来找我 所以我经常讲 我是倒过来的 然后就是因为通过 这样子的一个减重方案 来到HGS 通过有专业教练的辅导 然后去执行 又不要跌食 又不要很强烈的运动 然后又很开心 然后我减重下来了以后 还把我的这个中期不规律 变成每个月都来 然后我一直烦恼 我的这个蕁麻症呢 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发作过 所以这是我经常跟别人讲 我减重下来 我是买一送二 其实还有第二个就是 我买一送三 因为以前跟我先生出去 人家都说是母子 现在人家跟他一起出去 人家说 哎呀你终于有夫妻相了 所以我会发现 我看一天说太太苗条了 太年轻了 然后来到HGS这个 收营以后 真的很大的一些收获 我也相信 只要 也欢迎很多的一些新朋友 可以找带你来的 这个邀请你进直播间的朋友呢 去邀请你进到我们的 HGS的减重收声营 你去体验 你会发现 你会很快乐 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那我也今天呢 就和大家呢 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嗯 谢谢火柔 你看 我原来也是很怕生宝宝的 我说怕生了宝宝就是 咪 然后我也怕生了宝宝 身材走样 但是因为我来做了健康产业 所以我就对 这个就不害怕 而且不仅生了一个 十年以后还生老二 大家就就是说 就是对自己身材充满了信心